这个号确定是69级的吗 好了100分 我们来看一下 这把武器在69上不影响688 这把武器值得打17段宝石 梦幻西游除了5D以外 已经除了另外一个18段红马脑了 17乘以25 再加成425 这把武器再除以个3 再加成一个586 这把武器957 哎呀957 这把武器组合总商17段957 关键他还带着B重啊 这957带B重和1000没区别啊 这是男号还是女号啊 这跟千张没区别你知道吗 B重扎心了 69级女号啊 绝佳的效果不明显 杀怪用的啊 中奖的兄弟们 他这个不覆盖双家啊 存障害啊 这跟千伤比啊 没啥区别啊 这把武器我觉得跟千伤比 没啥区别啊 原来的自主流的地地府 现在不太主流了 109级临摩托还是主流的啊 这个号是玩69还是玩109啊 269只能玩立地府 玩不了立天机啊 这个这个这个价格我觉得 我觉得如果要上架的话得白买啊 知道啥意思吧啊 我觉得这个号要卖的话 价格得挺高的啊 得挺高的 因为这把武器900多加B重很强啊 远洋已经买了啊 300万不可能啊 我觉得300万不可能 千伤无级别枪才200 这个300万是不可能 男女武器有差别 专用跟非专用还是有差别 这个号升完69级 到这以后能有机会 能玩109 这个号到底是又在69 还是在109 真不好说啊 点200了啊 这把武器真的好 这把武器真的好 140的怎么跟150 这这没啥比不了的啊 不让的属性的话 没有人特别会在意造型 PK的时候 我跟你讲 他都是带变身卡的 不PK的时候 对不对 你想买个150造型 买个国标属性的 10万块钱完全够用 不知道价格才卖得很好